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成创科技董事长马永龄一脸疲惫走出台北地检署 因为他涉嫌在2017以及2018年间与中国台湾等公司进行虚伪交易 甚至美化财报制造公司活络假象需增营收高达3亿多元 台北地检署1号发动搜索约谈带您关心现场画面 谈到马永龄背景 他不但是元大集团创办人马志玲的弟弟 还曾经以同音不同字的一名马永龄出道 和林青霞林凤娇等人演出过穷尧电影 但这一回设犯证券交易法不止他 就连财务副总梁轩英 秦业重姓董事长洪国田 以及时任秦业重姓会计师于洪斌 总共13名涉案关系人都被移送北检附讯 经检察官漏夜征讯后 于2号凌晨以设犯证券交易法御令 董座马永龄以200万元交保 而梁轩英、洪国田以及于洪斌 皆以100万元交保 其设案人以60万到100万元金额不等交保 但这一回设定都会发现了 少许可乱雇